啊看看切开之后第一刀里面什么效果 你看到这时候心凉了一半啊 设的下边的也出现了棉 那包括原来白棉的位置呢 里面也是啊 这一刀估计啊这个切开之后啊当场那个人不说哭吧 这也差不多 这一刀看的话呢绝对是不理想了 但是这块料该说不说啊种水啊颜色呢确实是漂亮 继续看第二刀 第二刀呢比的第一刀要好一些 接下来的第三刀啊 我下面看的能好一些但是里面的依然是夹杂的白棉 可以这么说吧这块料啊如果说没切之前的话 这种东西呢绝对是六尾数的 而且呢首位不是一的 那切开之后呢 主要啊主要就是这个棉太重了 那四个呢倒是也都化进去了 就是这个白棉 直接影响了他的价值 所以说这个玩翡翠啊 风险还是很高的啊 特别是玩色料 入行虚谨慎啊 啊喜欢翡翠的啊关注我会 camer听真的吗 是 我又跟还有 它这就很早